大家好,我们来喽 哈喽,所有女生,大家好,我是热巴 哇,热巴来了,热巴来了,美不美 好不好看,给大家一个惊喜哦 突然给大家一个记忆,直接上真人给大家 那所有女生,所有佳琪直播间的所有女生和所有男生们 你们好,然后大家要多多地帮我们转发一下直播间哦 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帮你们请到了 那其实我们两个是在之前微博之夜有遇到过 还有一个星光大赏,我们有在舞台上合作过 所以就是没有想到就这么快可以邀请到那个热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有一个热搜就是前几个热搜 叫做就是热巴上台领奖的时候好像去干架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你会就走出那种气势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就是想踩得稳一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滑 对,那个舞台真的很滑 然后我看到你们穿那种高跟鞋,你怎么可以走得这么稳呢 就踩得实际上 就光张光张,这样上台了 对,对,对 然后那个洞土这个大家说,哇塞感觉迪热巴要去干架了 那其实所有女生,美们,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风格 其实我就有一点角色的潜移默化的感觉在里面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把迪热巴邀请来 其实想好好地在直播间聊一聊 就这一部,它是由华策影视和杭州剧集中心以及演誉影视 喜恶影视和俨然影视联合出品的古代传奇励志大剧《长歌行》 《长歌行》要来了 真的很多很多的影迷都在一直期待《长歌行》的播出 对,我自己其实也特别期待 所以距离就是这部戏你拍完已经有多久时间了? 有一年的时间了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开机的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开机的 那真的是差不多,正好一年的时间了 所以你还记得一些关于剧里面的一些小故事吗? 我印象挺深刻的 就是有很多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开机的时候那天下着雨 然后大家一起拍 然后就觉得虽然很多像我跟吴磊当时也之前是有拍过杂志 但是还没有很熟悉 但是那天就拍着拍着,大家也都玩起来了 跟导演也就很熟了的感觉 整个剧组都融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你第一次进这个组的时候 就感觉那个气氛很融洽 然后很开心的感觉 那其实就是这一部剧《长歌行》 是讲述的是一个在逃公主 然后一步步变成就是现任公主的一个故事 我可以这样的接地起来解释这个剧的故事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觉得还是要本人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你可不可以稍微的跟大家透露一点点 就这部剧里面的你的角色 或者是这部剧的一个故事线 好啊好啊 就是我当时看了剧本以后就觉得 她这种成长的线 我觉得特别特别喜欢 因为她那个精神很感动我 而且当时我看原著的时候就知道 这个《长歌》她是一个成长特别快的一个女孩 她从一开始想要有复仇的这个心态 到后来一步一步去了解这些大人们 她们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因为《长歌》当时是个小女孩 小女孩对 她的舅舅啊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啊 就是她们去为这个她们在乎的人 在乎的一些事情去做 勇往直前 对贡献之后她就开始有这种 包容大气坚韧的一些成长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时期来的真的非常好 因为她是讲了一个女生的故事 而且女生从慢慢的 本来说比较柔弱 然后慢慢的变强 然后为了自己的爱的人 和为了自己的家人去勇往直前 然后不顾一切 那种感觉 特别大气 对 三八节要到了 也希望所有的女生 可以跟我们《长歌行》里面 跟热巴一样 事演的角色一样 就是一直是坚韧的大气的 然后包容的一种心态 好不好 也希望所有女生可以 就是越来越好 那既然就是今天来了 我们就再分享一下 关于这部剧里面的这个角色的 饰演的 你背后付出的一些故事 因为我听说 这个部剧 你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 因为有很多的打戏 对 包括其实它的妆容 可能并不是那么的 就是漂亮的 然后精致的 然后就干干净的 可能还会有很多泥巴 然后包括血水之类的 所以你在饰演的时候 关于妆容还是 或者说你弄打戏的时候 你有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在准备 因为这部戏的打戏 我们跟武术导演是第一次合作 那像以前也有跟武术导演 合作过两三次这样的话 你就会比较顺手一点打起来 因为你知道它的几个路数 你就会一下就能学会 那这个戏呢 它有专门去为长歌去定制几套 它的一些打戏 拿剑拿刀的一些动作 所以当时去学的时候我觉得 啊 很难 对尤其是第一天拍打戏的时候 我差点晕过去了 因为当时我是想要 就是想要 就是打 全力以赴的去拍打戏 全力以赴 而且我脑袋里一直都很 就在想完了 我一定要把这个打戏 一定要打好 不能让人家觉得 我是第一次拍这种打戏 不可以的 然后在心里就做了很多很多准备 然后当时去打的时候 我当天只吃了一个巧克力 哦 一天只吃了一个巧克力 到中午12点的时候 差不多11点多开始拍的 然后我只吃了巧克力 因为我想就是我饿的那个状态 可能会打戏会更加的用力 可能更加有那种要打 或者那种出击的力度会更大 冲击感会更大一点 对 所以当时就吃的比较少 然后当天就差点要晕过去 所有人都在说没事吧 没事吧 我就开始又吃猛 吃巧克力去补血糖 然后就开始去拍下面打戏 是而且我发现这次剧里面的这个角色 他其实打戏的时候的一些武器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比较的短 有的比较的长 有的比较大 所以你在耍这些武器的时候 会有伤到过自己吗 我还好 我以前拍打戏有用鞭子伤到过我自己 鞭子 对 因为那是用真鞭子 好长的一个鞭子 甩过去他会弹回来 然后一下一下就打我自己了 就打脸了 因为我之前也拍过一个 很小的一个功夫主播的广告短片 然后我就是也有那种飞镖啊 就真的我跟你们说 在现场是真实的 就是你是一个飞镖的武器 你就直接要甩出去的 对对对对 我就很害怕甩到工作人员的身上 然后我就发现 就一个动作 一个好看的镜头 一个那种旋转 我真的要拍很多很多遍 是是要拍很多遍 就一直要拍一直要拍 一直要拍 导演要抓住你最 那种最好看的角度 而且动作也最好的时候 其实真挺难得的 拍十条钟 可能只有一条 一条才可以过 好吧 我的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其实长歌行 还有一些我了解到 就是长歌行剧组当中的一些造型 也是专门为这个角色来定制的 是的 然后包括今天 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 热巴在长歌行中 穿的一些经典的造型的服饰 是造型那个服饰的本人来了 不是我们又重新去复刻回来的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两套造型 再让热巴给我们来 好好地讲解一下 好不好 来我们转个镜头 哇哦 所以这个就是你在 就剧里面真的 每天都有穿的戏服 我以为我们要过去 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就不用做了 我们就不用直接切 我做好不准备了 幸好没穿高跟鞋 直接切就好 所以这个是真实 你在剧里面穿的衣服 对对对 第一套这个穿的红袍子的 当时是那个圆柱上面 就有一个这样子红袍的一个造型 是 然后这一套是当时 刚从那个宫里离开 要去有一些 去到那个那个 第一个我到的那个县城 我忘了没有 哈哈哈 就看来真的拍完很久了 到了第一个县城 对到第一个县城的时候 会穿这样 因为当时还下雪 其实就是这个镜头 对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镜头 是的是的 握着那把短刀 然后 踏刀得刀刀打倒 哎 没事 对不起 不不不不 刚刚你说的是什么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绕口令 所以刚刚那个绕口令是什么 踏刀得刀刀打倒 踏刀得刀 如果知道造型的话,你可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你这个造型是什么时候,还有什么时候还带一个草帽? 这套造型是我后来在那个…… 又忘记了。 完蛋了,又忘记了。 就是和一个前辈去了解我的道在哪的时候穿的这套衣服,然后戴着帽子,当时还有一个那个白色的脸,就是为了上市集的时候不被别人认出来。 所以这两套衣服都是它在长歌行里面会诠释两个造型,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好不好? 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想要让你在现场去演绎一下,比如说你剧中可能用到的一些就是武打的动作的pose可以教我们两个吗? 所以你可能会经常出现一个比较好看的pose在剧里面,或者比较帅气的。 就是拿一把刀这样,就很多拍照的时候都会用到。 OK,就是你拍定装照的时候。 对对对,就跟这个差不多,但是是这么抓着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样滑一下也会很帅。 所以你拍照的时候会自己给自己配音吗? 会,在心里会唱歌。 我也会。 有的时候不放歌,但是我在心里会给自己唱一首歌。 我也会。 你知道我拍那个功夫主播的时候也是我拿了个飞镖吗? 他说,你要有那种大侠的感觉。 我说,什么样大侠的感觉吗? 他说,就是那种武器穿过去的感觉。 我就说,好的,我知道了。 小李飞刀,咻! 就会自己配这种鱼。 所以原来你也会配鱼。 让我让自己带入到那个场景里面。 是的,好,那就是在我们刚刚十几分钟聊天时间, 大家应该对热巴在剧里面饰演的李长哥的一个形象, 应该有一定的小定位。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得上可甜可咸, 然后又大的一个。 可言可咸。 可甜可咸,可言。 咸是有多咸呢? 可言可甜。 我刚刚说的什么?可咸可咸。 可甜可咸。 所以应该是可甜可咸。 可甜可盐。 逗到她的笑点了。 好,可甜可咸。 可甜可咸。 然后又A又SAR的一个女生的形象。 然后也是一个不断我觉得变勇敢, 然后变更加的大气, 更加帮助的一个形象。 那接下来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来展示一下 能文能武的热巴的一面。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游戏叫做锤子的游戏。 怎么锤啊? 就是真实的锤。 对,就是我们两个要一个盾牌, 然后一个锤子。 然后等一下我们手脚要不, 看谁拿盾牌跟拿锤子。 好不好? 对,自己说的可以选啊。 来,手脚要不! 我拿盾是吧? 是这意思吗? 你也可以拿锤子了。 那你拿锤子吧? 我看你有多快出手。 来,我们一共五道题。 然后我们主播会问大家五道题。 不好意思,搞错了。 我搞错了。 放下。 就是我会提问。 然后回答对的人是锤打对方的人。 那另外那个就答错的, 你可以拿盾顶一下, 但是要锤手必要不要锤。 哦,懂了。 你懂了吗? 这个还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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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必要一直垂头了。 好,那我们来把画筒放远一点。 我怕几个画筒都飞出去。 所以就是看谁先抢是吧? 对对对。 好,懂了。 我懂了。 好了,来吧。 第一道题。 热巴的动画人物名字叫? 我说吗? 说出来。 迪丽冷巴。 你什么时候还有动画名字? 迪丽冷巴。 就是有一个动漫形象来着前两年。 对。 啊,迪丽冷巴。 他已经退圈了。 为什么退圈了? 没有,只是今年没有细续经营他。 没有细续经营他。 迪丽冷巴。 对。 哦,我了解了,我了解了。 OK,OK,OK。 好。 我这反应,这完全反应过来不及。 第二个问题。 大盘鸡中最主要的两个食材是? 土豆跟盘。 不不不。 大盘鸡。 不不,鸡肉跟土豆。 土豆跟鸡。 你要吃盘。 不,大盘鸡。 土豆跟鸡。 是大盘鸡。 对啊,辣椒没有吧。 大盘鸡有辣椒吗? 那也有辣椒。 看口味,看口味。 大盘鸡有辣椒,所以谁对呢? 那所以土豆是必需品,对吧? 土豆是必需品啊, 鸡跟土豆一定是大盘鸡里面的, 还有一个盘啊。 那你已经来不及了,我都打完了。 好,好,来,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请大家对你退出,好吧? 买他这首歌是刘伯欣和谁一起演唱的? 李佳琪。 他这个锤子在他手上。 同时。 OK,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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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一遍。 第四个问题。 前两天的微博之夜,具体是哪一天办的? 微博之夜! 微博之夜! 二月! 是! 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因为我向剧组请假来的。 所以那天你是向剧组请假要出来, 所以现在还在,正在拍一部新剧。 所以大家又可以再期待一年, 是不是? 又再期待一年了。 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吗? 最后一道题。 热巴在长歌行中饰演李长歌的身份是? 公主! 大唐郡主! 耶! 不是公主吗? 不是公主吗? 不是公主,大唐郡主。 所以最后是大唐郡主。 不是,最后退去了身份。 退去了身份, 然后归隐了山林。 但是大家看就知道。 大家看就知道了,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好了,那我们刚刚是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就是互动问答的一个环节了。 那我问你答了, 因为这是大家非常, 我收集的大家非常想要听到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 电视剧长歌戏应该是你男装造型里面最多的一部戏了。 对吧? 那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对你来说, 妆容的挑战没有什么? 其实它没有什么挑战, 我是觉得男装会比女装更舒服一点穿起来。 它没有那么多的束腰的, 然后没有那么多头饰。 所以会更轻便。 对,每天化妆只要二十分钟就够了。 所以你以前拍戏的时候, 画过最长的一次妆是多久? 两个小时, 那个如歌。 两个小时? 那你这么漂亮应该没有什么, 我觉得要多画一下吗? 是穿衣服画了那么久时间还是怎么样? 头发会弄很久, 头发大概一个半小时。 后来沙青的时候都薄了。 被做薄了。 真的。 剧组里面的条件, 那个质量应该也不太好。 顿子都做薄了因为化妆。 好了,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听说《长歌行》里面有很多草原的戏份, 然后你觉得和以往拍戏的体验有什么不一样? 这种场景感有什么不一样? 场景感会觉得你真的到了那种草原上, 其实我们是在东阳附近去拍的, 但是剧组就设计了很多那种, 那个叫什么, 粘房啊, 蒙古包啊, 在那边。 就感觉不像在棚里面拍的那种, 就是置紧的感觉。 对对对, 很舒服, 真的在一个大草坪着。 那天气的影响不会耽误很久的时间吗? 会, 下雨的时候就只能等着。 是, 就在外面, 如果万一突然下雨了, 突然变天后, 阳光没有了, 就开始等着。 好的, 我还想再演讲给你, 那等着的时候平时在干什么呢? 刷手机, 买里加地质墨店的东西。 我觉得刚刚通过你那些什么, 就是绕口令啊, 还有那个什么可行的那种, 可能很喜欢刷短视频吧, 应该是。 有, 有的会推送。 会推送给你看那个短视频。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长颗行的时候, 其实正好是酷暑, 对吧? 其实在就是, 夏天的时候, 你在剧组里面怎么样做消暑的秘籍, 或者你自己怎么样保持自己的皮肤的状态, 因为容易晒嘛, 就把做演员就非常非常日晒雨淋的感觉。 对, 其实就是做好保湿, 比如说一定要擦完那个防晒霜, 然后还要再喷一个那种防晒。 防晒喷雾。 对, 因为那个要每隔两个小时, 要喷一次的那种。 所以你的护肤秘籍就是要做防晒。 对, 做防晒, 然后多喝水, 平时要多吃水果, 那夏天正好有很多水果。 是, 好, 我觉得大家应该还很感兴趣, 因为女生比较感兴趣, 就是你, 就美貌这一面。 就是, 但是你如何保持自己的身材, 应该是不吃吧。 因为你刚刚说只吃一块巧克力。 我刚才看到你们准备了蛋糕, 我还吃了蛋糕。 是, 你吃了蛋糕? 我会吃的,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 呃, 导演会告诉我说, 哎, 最近有点胖, 然后我就会去, 想刻意要去稍微的减一点。 我跟你们说, 真的你们可能没有见过迪丽二八本人。 他真的, 我感觉我, 就是两年, 我见到他两次, 就这么近, 见到他两次, 没有一次是胖过的。 就这么瘦了, 导演还说你胖? 因为有的时候上镜, 它是那种宽一点的屏幕。 我们就也是很宽的屏幕, 但是很瘦啊, 对不对? 真的很瘦啊! 那就是最近维持的比较好。 最近维持身材有什么秘密吗? 就是, 早上我会吃很多, 然后中午的时候, 我妈妈会做饭给我。 对, 我就不吃其他的零食啊, 或者糖的一些东西了。 就是把零食戒掉, 然后就是, 早上跟中午吃的比较多, 晚上基本上不吃。 晚上也吃, 但是就看有啥好吃的, 就不会再像以前, 必须得吃。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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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还是一样, 就第一个克制, 第二个, 就是还是要运动起来。 大家一定要运动去保持自己的身材, 好不好? 然后还有一样, 就刚刚他说的, 要做好什么? 防晒。 因为防晒对皮肤的保养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那其实刚刚前面聊了这么多的, 关于这部戏里面, 你的一些小有趣的事情, 跟你付出这些东西。 然后热巴在剧组中的演技和表现, 希望大家可以在之后, 多多的期待跟多多的关注。 我知道这个剧还是没有定档, 没有完全定档。 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多多的期待,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说到演技, 然后我也是有出演过, 一两秒钟的电影跟短视频的人, 那我们两个来玩一个演技大考验。 好啊。 我们输的就直接我加码, 发万元红包给大家。 好啊。 毕竟今天你的粉丝都过来了, 我们就发万元红包给大家。 就看演技, 看谁表演的比较到位。 所以等下我们会有两个这样的板子, 这样的板子的话呢, 就要放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些, 吃一些东西, 或者做一些动作。 然后你们要猜, 到底谁在真实的吃, 或者谁在真实的做这个动作。 好啊。 好啊。 我在你面前, 我有点害怕我的演技, 我可能是最浮夸的那种。 第一个, 我们的考验是, 看谁在吃酸奶疙瘩。 因为你很喜欢吃酸奶疙瘩。 但是你知道, 我们的导演, 为了让你吃到酸奶疙瘩, 跑遍了整个乌鲁木齐, 都没有买到你喜欢吃那一款。 然后我说那怎么办? 我们就做了一个, 酸奶奶酪疙瘩。 而且是超大一坨的疙瘩。 可以从网上买的。 因为网上买来不及, 然后我们这两个同事, 在乌鲁木齐那边, 然后他买回来, 他找了, 很久都没有找到那个。 所以你试试, 就这一块酸奶疙瘩好不好吃。 这就是脱本神气, 其实有很多粉丝, 就看完我, 我喜欢吃这个, 然后他们就去买,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在那些店家下面评论, 说你这什么东西差劲, 就给了差评。 不好吃吗? 因为这个, 你没吃过对不对? 我没吃过酸奶疙瘩。 我下次带给你, 就是那个真实的那个是, 酸掉又臭掉的味道。 就是酸酸臭臭的感觉。 就感觉你以为它已经过期了。 那你试试这个, 好吧, 我们帮你定制的酸奶疙瘩。 吃这个吧, 这个没有沾那个酱。 好,吃这个。 好, 那我们每个人都, 我们两个人每人都拿一点, 看谁吃了酸奶疙瘩。 好不好, 然后大家可以刷屏说, 李佳琪或者是迪雷尔巴, 然后我们就拍照, 我们拍照, 就答对的女生, 我们就会送上, 佳琪送给大家的一份美妆礼物, 好不好,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看谁, 错的比较多, 或者是谁, 你们猜的比较多, 然后我们就发万元红包给大家, 好了, 酸奶疙瘩。 我试一次, 一个人争吃一个人假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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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争吃谁假吃, 我们眼神交流一下, 好吧, 那看谁先下嘴。 好。 嗯, 你确定? 是这个样子的味道? 你这个, 所以是谁吃了呢? 你们觉得是我吃了, 还是迪雷尔巴吃了? 赶快刷屏刷起来! 没有人猜我, 我很, 演技拙劣, 我真的完全没有, 万花丛中一个李佳琪, 我太心酸了嘛, 所以你们真的觉得是, 热巴吃了吗? 女明星晚上是不吃东西的哦? 她的经纪人站她的对面, 不知道她吃东西的哦? 好, 那我们3,2,1, 截图! 所以这个答案是, 热巴吃了? 对。 所以好吃吗? 不好吃, 真的好, 好歹之后, 哎呦, 真的, 这个味道比我那个还臭, 太臭了, 真的, 一点也不好吃, 这什么东西? 她非常有心思的做了这种, 果酱, 这不是沾果酱吃的, 就是干吃, 所以她那个硬度会是像这种吗? 它是硬的, 就是很硬很硬的, 对不对? 我心目当中, 酸奶糕是硬硬的那种, 不是那么软软的那种哦, 好的, 真的, 她在红楼里给我打招呼, 下了下不去, 你喝一口水吧, 辛苦你了, 真的, 不太行, 这一小口就觉得, 真的难以瞎眼, 好啦, 来, 我们恭喜, 那, 因为今天有你的很多粉丝, 所以你可不可以念一下, 这些就是她们的名字, 说她们打对了, 然后她们来领礼物, 第一个是, 这个是啥名字呀? 嗯, A1111, 完蛋了, 让热巴念ID可能有点, 太难倒她, 恭喜第一位是AA111, 第二位是Candy, 0331, 第三位是0202, LSS, 第四位是, 吴小蒙林, 恭喜四位女生, 啊, 恭喜四位, 恭喜四位, 把你们的新闻电话和地址, 给到我们宝贝链接的药客服, 我们送上, 迪丽热巴的签名照一张给你, 好不好, 送上迪丽热巴的签名照一张给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了, 那第二个问题, 嗯, 你们俩要假装涂口红, 让大家猜谁是真正涂口红的那个, 好, 嗯, OK, 所以有两支口红, 好, 我的名字终于出现了, 我的名字终于出现了, 来吧, 我们倒数三个数, 我们截屏了, 三, 二, 一, 来咯, 其实是, 诶, 你涂了没有啊, 刚刚我都没有看到, 我没有涂, 我涂了, 变好红的嘴巴了, 对, 我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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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看中奖的女生, 那恭喜我们的亲亲, 累, 然后第二位是90924, 第三位是孟兰, 第四位是99元, 第五位, 第四位就是99元, 好, 这四个女生, 恭喜, 拆了李佳琪, 打对的女生, 我们有礼物送给你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好了, 那我们的互动就到这里, 我们马上会发万元红包给大家啊,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 迪勒热巴的新剧, 我们的长歌行, 然后, 我想请热巴在最后, 可以让, 就是你送给我们所有女生一句2021年的话, 或者是你用剧中的角色, 来送她们一句话吗? 呃, 送给所有女生的话, 我觉得就是在2021年,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爱自己, 然后对自己好一点, 就是有想要的东西, 一定要努力去争取, 然后有喜欢的口红, 一定要努力去买它, 是的, 然后, 有喜欢的, 我们李佳琪直播间的所有东西, 你们喜欢就一定要在, 合适的时间用最优惠的价格把它拍下来, 合适的时间, 我的天, 你真是, 我真的这个广告我要花好多好多钱, 我的天, 热巴在给我的直播间做广告, 哦, 我的天, 就是,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自在的方式去爱自己,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啊, 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就是用喜欢的方式跟自在的方式去爱自己, 就不要为了别人而活, 也不要为了, 就是什么, 就是话语而活, 就是要为了自己而活, 要爱自己, 好不好? 那最后, 可不可以请, 李长哥, 用剧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来跟大家告个别, 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因为等一下还有很多的, 因为他现在还在剧组, 所以今天真的来我们这一波间非常非常难得, 那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叫做, 愿有生之年得见盛世大堂, 对, 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 跟大家再做最后一个一次道别, 嗯, 嗯, 我们这个话说很厉害的, 你要不要试试看, 喂? 喂? 我感觉我在那种大卖场上的, 哈哈, 我愿在, 愿在有生之年, 得见盛世大堂, 嗯, 对, 也是, 也是希望大家, 你又来干架了是不是? 喂?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电视剧长歌行, 感谢大家, 拜拜! 真的, 谢谢大家支持长歌行哦, 谢谢热吧, 辛苦了,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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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辛苦, 下次来玩, 下次来玩, 期待期待期待新剧, 谢谢! 哇,太可爱了, 真的,